各位親愛的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萬通國際投顧 林宗翔為您製作的標舞集先鋒 好 週末了 這個禮拜今天大盤在這裡小漲 幾乎看起來是沒漲 我們看一下今天大盤的走勢 今天開平低盤衝高再拉回來 慢慢打一個WD往上做走高對不對 收盤的時候下來 今天有一個權重調整的問題 所以尾盤的時候有一些大量的股票 有的股票走高 有的股票在這裡來說也並沒有煞低 甚至於說尾盤還有收在高點 老師朋友都在想 老師人家告訴我這個13000點 買股票會套牢 市場上也很多這樣的言論 三線翻多的那個也是這樣告訴你 我們很厲害的嘎尾也這樣告訴你 說在這裡買股票很危險 那真的危險嗎 各位在這裡還是個股表現 有的股票從這裡才開始要動 我們看一下今天收盤的時候 很多投資朋友都在問 而且我今天剛好有一個 以前在軍安投顧的這個所謂的會員 回來找我 他有看我們的節目 他一直說 他一直說 鍾翔老師你能不能告訴我 6531的愛浦還可以買嗎 早上在聯絡的時候 股價大概是在這裡 365塊左右 記得嗎 我昨天才在這裡告訴你 各位 在這個地方各位 我們看得很清楚 365塊在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跳空缺口 對不對 368塊 我有在這裡告訴你啊 第一次不會過啊 第二次也沒有碰到啊 第三次過了對不對 那還能買嗎 如果股票還會漲就還能買 如果股票在整理 那你就要低接 那還會不會漲 各位 我的Telegram會告訴你 主力籌碼到底在想什麼 當然很多都是在這裡打電話進來 我們送你股票的時候 當初送你什麼股票 當初在送你所謂的這個 有錢人要讓你賺100塊錢利潤的 而且我告訴你一張 10萬塊 10張100萬 100張1千萬 各位都知道 當時的股價大概在200塊以上 剛好在300塊左右 你有打電話進來 我都有送你 那這一檔股票是哪一檔 各位就是所謂的愛譜 對不對 你打電話進來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315到320可以買 那當初在這裡 還在辦活動的時候 今天不知不覺來到375塊 那還能買嗎 重點是 那我告訴你 加入我的Telegram 我會明白的告訴你 好不好 今天他越過了 他今天就做走高了 當然主力籌碼在這裡來說 有沒有散掉 你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你不會研究 我來幫你研究 那回過頭來 我在這裡再告訴你 很多都是朋友在問 3661的四星 還可以買嗎 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 他從400塊 一路大漲到535塊 今天亮說 昨天融資大減 很多的製作朋友都說 昨天融券大增 融券大增 融資大減 那很多人都告訴你 這個什麼三線翻空 各位 所以有時候股票市場是這樣子 什麼叫三線翻多 什麼叫三線翻空 創新高就三線翻多 那我們來跟你講一下好不好 各位 四星也是一樣 當初在150塊左右 我在這裡一直告訴你 可以買 200塊我也告訴你 可以買 250塊 300塊最後加碼 你也不敢加碼 你想說 我們買150塊 已經到了300塊 會幫你們做抬轎 各位 沒有抬轎這回事 股票還會漲 那你當然要買 對不對 股票不會漲 你就不要買 我講得非常的清楚 結果從300塊 漲到了700塊 我相信 投資朋友 你不會買在700塊的 當然有的人在這裡 空頭老是會嚇你 說你買700塊 你跌到400塊 你是賠了300塊 我不相信有投資朋友 在這裡700塊 去買了 然後一直爆到400塊 這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400塊有買 你到今天是很高興的 好 400塊你沒有買 那在這裡還能買嗎 那要看主力籌碼對不對 賞戶在這裡 各位這三根跌停板 我告訴你很多賞戶去買 融資買了一拖拉股 結果買一拖拉股的人 在這裡都賣掉了 那有沒有賺錢 那有沒有賺錢 當然有賺錢 不管你是買500塊 在跌停板加碼 不管你是在450 在跌停板加碼 不管你在400塊 跌停板再做買進 融資大政 你回到535 你通通賣光 你是賺錢的 對不對 所以各位 那還能再買嗎 6531的愛普 70幾塊在這裡叫你買 你也不敢買 我說200塊突破叫你買 你也不敢買 那時候我有客戶 在這個地方 各位200塊 我也叫他買 他說老師 這個70幾塊 100塊都沒買 200塊我真的不敢買 那時候又被警示 我說你怕你買一張嗎 結果一路飆到500多 500多回來在這裡 300塊做一個小底部 碗公底有沒有看到 我說300塊你就大力去買 用力去買 盡量去買 結果各位 今天已經來到375塊了 我在這裡帶你 高進低出 低進高出 高出低進高出 高出低進 大概都有賺到錢 好 重點是還能再買 對不對 各位還能再買 還會再漲就還能再買 不會漲就不能買 你看 指標還在往上 主力籌碼還沒有閃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各位 今天在這一檔股票 4935的茂林 老師他尾盤又收高 老師他最近都不太動 好像這個投信都一直在賣 沒錯 投信一直在賣 他不會讓你賣到好價錢 我們看一下這個指標 是不是開始有往上 有往上的味道 但是各位 這檔股票 我認為下個禮拜是關鍵 下個禮拜非常關鍵 會不會突破以後 往上做噴出 我不知道 要看主力籌碼 老師 主力籌碼 如果說主力籌碼 有一些電腦的軟體說 都在賣 沒錯 投信天天在賣 投信 這裡是投信買上來的 投信在這一個禮拜以來 每天賣 昨天賣300張 前天賣300張 還有一天賣500多張 都賣在哪裡 都賣在115塊左右 而且有的有賣在114 113 那你一定會想說 中甲老師你有沒有告訴我 投信為什麼殺在低點 他明明沒有賺錢 投信不會管這個 那 投信就是主力籌碼 也不見得 投信有很多買的股票 也不見得會大漲 他賣的股票 如果賣不下去了 各位 將來走噴出的機會是比較大 那我們看一下 指標的部分 在這裡來說是往上的 所以各位 我今天救會員回娘家 他也有買這個所謂的 茂林K1 他買的價位還好啦 他跟我講116塊 你今天收盤價115塊 大概差1塊錢 最少他不是買在130幾塊 還好 你不是買在132以上 其實都還蠻容易解決的啦 來回做個幾趟 你在這裡就賠不了錢了 所以各位在這裡 我要必須明白的告訴你 如果你有任何股票的問題 你來找我 好 好 那很多東西朋友都在想 鍾佳老師 大盤的指數 大盤的指數來到這個位階 說實在啊 大盤的指數來到這個位階 我真的有點怕 因為有人告訴你 這叫歷史的高點 1萬3千點 哎 台北股市啊 1萬3千點是台北股市 有股市以來最高的位置 就是在1萬3千點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那為什麼 為什麼在這裡 有的股票還會再漲 五成一倍 對不對 那有的股票為什麼 在這裡就是不動 我隨便舉個例子 不是說它不好 我們看一下耀滑 它有沒有動 它沒有動 大盤漲了 大盤漲了多少 如果以8千5百點來算 1萬3千點漲了4千5百點 我問你 你買到的是耀滑 你有沒有賺錢 你沒有賺錢 對不對 你買到的是貿系 你有沒有賺錢 有啊 你這裡買這裡賣 這裡買這裡賣 都還會賺錢啊 當然我們最近貿系是 都賺錢都出掉了 大概出的位置 不管你買在什麼位置 我們在這裡出掉一次 後來我們這裡又再買 這裡又出掉一次 都出掉就對了 手上已經沒有了 我問你會不會賠錢 是不會賠錢 但是奇怪 昨天外資買很多的貿系 一千多張 今天竟然不會漲 所以各位 不是說外資買一千多張 它就一定要漲 不是說外資賣一千多張 它就一定要跌 因為市場上除了外資 除了投信 公司派是最重要 公司的心態是怎麼樣 有的公司還不喜歡 投信來買你的股票 因為你買了之後你要賣 那很簡單 我既然要拉 我就讓你投信賣光光好了 什麼叫賣光光你知道嗎 賣光光就是賣的一張都不剩了 是不是 然後人家再來買 對不對 人家再來拉 所以主力籌碼 你不要認為主力籌碼 就是所謂的投信 所謂的外資 他們只是走主力籌碼的一部分而已 我們看一下今天 今天這一支愛譜 尾盤的時候竟然成交量一千五百多張 一盤一千五百多張 那我問你 那就代表大家的成本都在 這個附近 對不對 那低檔賣掉的就賣掉了 高檔買進的就做買進 就是這樣 那這個道理跟什麼 6209的金國光一樣 金國光我們在這裡最近 逢高我們有做一些調節 這裡是不是四根漲停板 四根漲停板的意思是說 低檔賣掉的人都買不回來了 高檔買進的 大家的成本都是31塊32塊 所以我們當初新會員 參加的時候 我們買進的金國光 就是買在31塊到32塊 後來這裡四根漲停板沒賺到的 這裡也賺了三支漲停板 因為從30塊漲到40幾塊了 好那現在 在這裡會不會繼續往上 你認為呢 我不知道要看你的認為 主力籌碼會告訴你 各位就是這樣 那我在這裡也跟你講 3406的玉金光 注意到他今天收高 今天的600塊沒有跌破 我們來看一下 他已經慢慢有一點味道 當然很多都是沒有都在想 也有老師在罵 說當初我300塊叫你買你不買 當初500塊叫你買你不買 找到800塊你去買 各位不會 散戶也沒那麼笨去買800塊 好那我問你 在600塊附近能不能買 600塊附近你能不能買 主力籌碼有沒有閃掉 公司是不是在這裡有到貨的現象 外資是不是賣賣會再買回來 投信有沒有繼續加碼 這是你要思考的對不對 3218的大學光今天盤衝掌 大學光我跟你講過很多次了 對不對 我一路介紹一路介紹 衝上去拉回來 被警示以後又衝上去 今天上影線很長 那你要注意到 是不是主力在上影線的時候跑掉 我不知道 對不對 各位要回去看主力籌碼 到底人家在做什麼事情 如果 人家只是在這裡 讓短線客 讓貿客跑的話 那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說 公司派或是一些 在這裡有跑的話 你就先不要急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很多投資朋友在看我的節目 看鍾翔老師的節目 他們都一直認為 鍾翔老師在這裡 算籌碼算得很近 他們認為鍾翔老師只是在看 今天有投信買幾張 今天有外資買幾張 各位不是那麼簡單 你要看進出的券商 因為投信會買會賣 外資也會買會賣 那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有沒有特定的券商 在殺下來的時候 在吃貨 那這些吃貨的籌碼沒有閃掉 那這些特定的券商 為什麼敢在低檔區 每天不斷的買 不管是10張 20張30張50張 當然如果每天買個100張 200張100張200張 那就對了 對不對 我講的話你聽得懂嗎 不是那個短線的券商 短線的券商那個沒有用 老是什麼叫短線的券商 各位 你自己想一想 短線的券商就是一些比較 像譬如說園大 日盛這些有時候都比較短線 那特定的券商就是有時候你要注意到哪一些券商 所以各位在這裡我要跟你講 那我今天是很感謝 因為以前在軍安投顧我的救會員 他看到我的節目 他看了以後他在這裡他發覺 哎我最近在講一些股票 他有一些認同 舉例來說6531的愛浦 他有看到 他看我一直在講 連續講了一個月左右 然後他看很奇怪 我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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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剛開始講的時候 大概在300到320 後來也在300到320 後來也在300到320 他覺得好奇怪 中江老師為什麼在這裡300到320 在這裡一直在不斷的介紹 而且告訴你 這一根漲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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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賺到 好重點是 看了一下子 發覺到 哎不對哦 320突破了 來到350了 然後又說365這裡有壓力 今天一看 哎來到375了 他才發覺 哎中江老師 講股票 不會因為一支股票的漲或跌 就開始講或不講 他發覺 這樣的老師才實在 他又回過頭來找我了 對不對 各位我們做股票就是這樣 如果一個老師每天在換股票 每天 今天漲停板 就說這一支漲停板 然後跌的都不講 然後明天漲停板 就說那一支漲停板 他跌的都不講 那我問你 你還敢繼續參加會員嗎 因為你看他今天講這一支 你進去買 他明天後天都不講 對不對 所以各位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必須做了解 像這一支股票 哎老師他尾盤又拉上來 今天尾盤沒有很大的量 幾十張而已 但是把賣壓消化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 現行來說他不算多頭 為什麼 因為 132塊這裡是多頭嗎 他站上了月線 季線年線半年線 但是132塊一支站不上去 破了以後又回到 在這裡有儀式打一個 雙敵的味道 儀式 那這一次再到132以上 會不會就下不來了 那要看主力籌碼 對不對 我在這裡講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懂 你不知道 你在這裡要來找我 好重點是各位 這裡還有一支100塊左右的股票 我們開始在鎖定 因為我發覺 有一些股票開始要動 尤其在下半年 開始要動 9月10月 尤其在這一波 大盤的指數 還要再衝高的同時 這一些股票開始要動 開始要動了 他已經打出一個形態 好我問你 各位大盤長那麼多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 老婆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縮小 這裡是不是在整理 這裡很明白就是整理盤 對不對 這裡在整理 好我們在這裡在整理 我們來看一下 在整理這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再看一下 整理這一個月的時間 對不對 各位我們不要看前面 我們看整理這一個月的時間 他是不是整理型態結束 往上做走高 是不是整理型態結束 他是不是下來以後 在這裡有打一個V型底 或許他會回來打雙腳 再上去 但是如果打雙腳就不強了 像艾普就沒有打雙腳 他是平台底 像 這一支茂林來說的話 他這個急殺 急殺以後被吃貨拉上去 現在也是打平台底 什麼叫平台底 平台底就是 大盤不管漲或跌 我就不願意再跌了 這個叫平台底 平台底這樣你懂吧 這叫平台底 這個平台底的時間 一般來講 8天13天是一個轉折 但是 艾普打平台底 是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那一個月的時間 你可以低進高出 高出低進做價差 但是當他底打完的時候 你有時候變成 你要稍微的追降 對不對 各位我講的話你聽得懂 就像譬如說3218 對不對 各位 他是衝高以後 拉回來守平台 再衝高再拉回來守平台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守平台的時間 他不會破前波的低點 他上去 他回來守平台的時間 他不會再破低 有沒有看到 所以各位 有沒有類似這樣的股票 3406的玉金光 他也是類似打一個平台底 類似打一個平台底 對不對 類似 已經有那個味道出來了 所以各位 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你看到節目的同時 我拜託你 趕快加入Tagway 各位 我答應你的賺100塊的利潤 已經快達到了 已經快達到了 三倍優惠方案 你在這裡一定要來找我 我在這裡要讓你賺100塊的 已經快達到了 對不對 當初我送你的金國光 也讓你賺了一波 當初我送你的帽林 各位你看這上面的價位 也有讓你賺到 因為送完你之後 他有來到135塊 意思是說 你有30塊可以賺 對不對 沒有100塊啦 有30塊 對不對 有錢人之所以有錢 為什麼人家在做的股票 就是特定這幾支股票 買低機期的要滑 低機期 買低機期的 各位不太會動就是不太會動 對不對 各位 所以你在這裡你一定要計算主力籌碼 啊 W1788標股極先鋒 W1788標股極先鋒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 各位 加入W1788標股極先鋒 你要訂閱 你要按讚 你要分享 我今天非常非常的高興 因為今天有救會員回娘家 來找到我了 他說看節目看了一段時間 才決定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各位 我在這裡要告訴你 未來的行情 絕對是可以把握 未來的行情 絕對是有一個利潤 未來的行情 在這裡不可小規 希望各位投資朋友 都能夠穩健的獲利 假日好好休息 下個禮拜跟著我們一起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買進 賣出 一定非常的明確 祝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愉快 謝謝 買獲利 其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判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